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有我们前面陈入庄已经学过了装机施工的安全措施 对应在钻孔庄这里面也有安全措施 这两块关于质量和安全的问题还是容易出到案例里面的 所以大家需要重点去注意一下 那当然我们书本上给了很多不同的质量缺陷 其中有一些的考试频率可能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单拿出来 剩下这些不是特别高频出现的 我们就给大家以文字形式补到讲义里面 所以建议各位这里还是要以老师的讲义为准 但是基本上是贴着教材顺序走的 那我们就先来到后面管理部分的420101这一幕 涉及到钻孔灌注装的质量事故的预防措施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去看标题里面的第二个 关于你孔口的一些偏差主要是标高的 还有钻孔深度 那么主要是测定不准 这样带来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先看一下高层上的问题 就是首先我们在确定这个桩的位置的时候 它一定要按照设计图纸做精准定位 平面位置我们好去控制 但是标高的话 你做完桩基础 它的顶面标高是要和别的构线生成联系的 所以如果这个定不准的话 那么后面就会出现一些高层上的误差 那我们一定要强调 在你正式做施工之前 认真去核对我们去做的基准点是不是对的 它的标高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要找到绝对高层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定好的初始作业平面 它又经过了回田 或者我在施工的时候 随着挖的土挖的渣出来 我堆到旁边去了 那么都可能会影响后续的高层 那以及我们每根桩在开孔前要复测一次 一定要把桩位定准 否则我们上不过造就跟着出现偏差了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一下深度 深度这一块它会直接影响到你对沉渣厚度的控制 那么它就影响庄间的质量了 所以深度测定 大家一定要作为小重点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在工程地址勘查的时候 那一定要把施工的高层换算成一样的 就是避免我们由于从已知控制网上去引点 出现误差 而导致我们钻孔的深度 你以为达到设计要求 但实际上它是以上一个参照系达到设计要求 实际参照系从地面去算是不够的 对吧 所以这个一定要化成统一的参照系 另外我们在确定挖孔孔身的时候 大家先想一想 我们的孔身的测量作业 是在哪道工序之后做的 应该是你钻到设计位置之后 我们要做中孔的验收 对吧 这个时候去做的 那我们在做中孔验收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核心就是你钻的装的长度是多少 以及我们还要看一下它的孔径是不是达标的 那这个长度的确定 大家要注意一下测的方法 要选择量钻杆的形式 你不要去直接量孔身 量钻杆是更精准的 那么它是不是钻杆底端还带着钻头呀 所以在钻杆这光量它的长度不够 应该是孔内杆的长度 再加上钻头的三分之二 后面我们还有这个小公式啊 那么你在测定的时候不要选择测绳 因为它可能会有变性 记得要丈量钻杆去确定孔身 然后我们在端层装这一部分 它对装尖的要求不是高吗 咱们要控制沉扎厚度是不能超100的 所以在这个点里面 你怎么确定我倒没到它的尺力层呀 你第一点那个沉扎厚度是保证装尖混土质量 那我怎么确定我已经钻到尺力层了呢 这个时候你不要光去看我钻的孔的深度 因为它底下的地层可能在分布上是跟初始资料有偏差的 你应该是钻到最低的位置 我们通过取土样 看看这个土质是不是到了尺力层土质 不是看孔身啊 所以注意在端层装这一部分 它的标高要以桩端进入尺力层来做确定 具体的方法就是要取样 你要看这个土样是不是尺力层土样 这样才可以 可能高就不准了啊 你作为端层装就是要把核载传递给值一层 所以千万记得这个问题 好这边是孔的深度 那么是不是在中孔验射的时候还有直径呀 在直径这里面我们是书上第三个标题 那也就是你设计的装径是多少 我们在选取对应钻头的时候是会适当的比设计装径要略小一点 所以大家把这个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你的装径是80公分到1米2的 那我们在取钻头的时候 因为你在钻径过程中它旋转切削土体是会适当的范围往外扩大 那我们在取钻头的时候 以设计装径去减小30到50毫米就可以了 所以这可能会反向问你一些钻头的挑选问题啊 其他的没有什么大标点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些问题 刚才是形状上对吧 现在是我们看它的垂直度 你可能在钻的时候就把这个孔打歪了 打歪了这个装身一歪就没有办法接受上部的核载顺畅传递 顺畅扩散 所以一定要保证装的垂直度 那么这个我们在书本上 它就配置了出现不垂直的原因 或者是有一些解决措施 你想我们在哪里出考题呢 一般都是人家在背景中说了 我干这个工程 施工方给你描述一下是怎么怎么做的 后面就跟你说出了什么问题 对了 所以我们大概率在出题的时候 可能是针对问题如何预防和处置 那你从记忆角度 在措施这个内容的考察 是概率更高的 大家在后面的问题也是一样的 我们看到出现这个质量问题了 你第一点要记得应该是怎么解决它 怎么预防它 好 那么往往原因和措施对应的呀 我知道出现这个问题 它是由这些因素造成的 那我逐个给它攻克掉不就可以了吗 所以其实你背一套就行啊 那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去记措施 我们对应一下 可能你的装打偏了 是因为初始地面的问题 它就是不平的 它承载力是不够的 那我们就保证把初始的地面平整做好 确保它有足够的承载力 是不是就不会打歪了 所以这里注意要压实平整场地 好 那么后面我们看到 还有钻机身上带的这些附件的问题 比如说钻杆出现弯曲了 接头缝隙太大了 钻头的磨损出现不一样了 这不都是钻进设备上的小零件吗 那如果我在钻进中 对这些零件做好定时的检查 做好它们的连接控制 不就没有问题了吗 所以后面这里大家会发现 检查钻头钻杆接头的情况 安装的时候 我们严格去检查它的垂直度 去做好控制就行了 所以在设备这一部分 大家其实可以把这两条直接归下来 直接归下就行了 就是你知道设备可能会有问题 那我们做好检查 定期看一看它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对于它下面下钻的时候 一定注意你在钻机身上 就可以通过一些辅助的手段 比如说我们控制好方向 去做好垂直度的测定 通过这些手段去保证垂直 最后一个是碰到特殊的地层了 比如说我们碰到软硬交界 或者倾斜颜面 一边软一边硬 正好钻到中间 那么肯定是容易往软的这边偏 你碰到交界的位置 我们就需要把钻速调低 钻压调低 不好打的地方 就放慢速度一点一点往里进 所以我们会发现在交界或者倾斜 都是低速低钻压 一定记得放慢速度 稳定之后再恢复正常速度就可以了 那么另外就是必要的时候 加辅正器 刚才不是说可能会有偏差的问题吗 你随时做监控做好控制 所以这个是装打歪了的描述 我们该怎么处置 记的时候最好就是记错失就行了啊 我们在基础课程学习给它解决掉 后面你就轻松很多了 所以这些加强理解记忆关键词 好我们再看下一个问题 可能这个装在钻孔的过程中 会出现孔的坍塌 或者是局部直径就变细了 这个叫做缩静的情况 那我们原因和错失跟刚才那个套路一样 就是你把原因分析好 我们错失一对应就行了 依然还是重点计错失 所以现在我们快速看一下啊 可能我们出现坍塌或者缩静 是不是里面保护做的不到位啊 对吧 那我们现在看啊 一个是跟保护相关 我们就先来看这个保护 货币泥浆性能差 里面的货币效果不好 那你把它提升上去不就行了吗 所以在货币泥浆效果差这 我们就是把泥浆做加强 咱们前面对泥浆的性质 提出了三个指标的要求吧 应该还有印象啊 相对的密度 还有粘度 还有寒沙率 对吧 这个我们也用泥浆检测三件套去测它们了 当时咱们前面技术点给的数字 应该是密度是不超1.1的 粘度是不超20的 到了寒沙这是不超2%的 那么这个你可以理解为 它其实给的要求还是相对偏稀的 当我们发现货币效果差 你里面没有足够的压力去平衡外侧土压力了 或者造成渗流了 这个时候才会出现坍塌 那我们就把泥浆的密度呀 稠度呀 寒沙提上去 是不是保护效果就好了 所以大家会发现 我们在提升泥浆的各个性能方面 都是把数字再往上涨的 在密度这增加到了1.3到1.4 它变得更稠了 在年度这也做提升 在寒沙这也做提升 所以这个数值 首先它考选择题的概率更高 所以你不用把它记起来 说要书写 我们只要会判断就行 不妨咱们就记一个正常指标 一般情况下是1.1 20和2 而我们做调整的时候 就是要把泥浆变稠 它的效果才会变好 这个时候就提升提升提升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 我想要去改善它的性质 换句话说 就是我把泥浆调得更稠了一些 调得更稠了 你就需要往里面辅助加一些材料 或者是外加剂 那我们需要大家记的是什么 你要用什么材料去改善它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黏涂粉 烧剪 木质素 放一些纤维 这样是可以的 好 那么大家在这记的重点 应该是在这里 三个指标名称 学过前面技术部分问题 应该不大了 好 我们再来看 刚才咱们提到了一个是 内部保护的问题 那我如果说出现摊孔和缩净 是不是地质条件不好 也可能会有呀 所以前面这块 它都是针对地质条件 和施工控制的 如果是地层比较复杂 一层硬 一层软 那么到软这个地方 肯定是容易坍塌的 对吧 肯定是容易缩净的 那我们碰到特殊的地层 松散不稳定的地层 你一定要把速度降下来 它不能太快 很快去挖掉的话 那么这个土 它没有稳定 没有有效的保护 它就会往里塌了 所以这里注意啊 在特殊地层这 就是速度要降低 要慢慢来 生成稳定的效果之后 再往下继续啊 还有就是我们成孔之后 它说过长时间没有灌注 就是你光靠泥浆去护着 但是泥浆 它肯定保护力是有限的 所以长期静置 那么深的孔 就可能会坍塌了 那怎么办呢 不要长期静置 对吧 我们一般要求是 没有特殊原因 安装完钢骨架 赶紧下导管去灌 那么你最好是 把钢骨架下放进去 技术部分提的 不超四个小时 对吧 这个就可以了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块跟我们前面 技术点接的是很近的 这是钻孔中出现 摊孔或者缩净 该怎么去预防和解决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进到下一个标题 第七个 这个是孔底沉渣过后 或者是灌注前 孔内泥浆的寒沙比较大 那大家会发现 这个标题是打在 哪个工序的呢 我们钻完孔之后 你要经过咽孔 对吧 然后我们再去做 轻孔的工作 然后再去控制 沉渣厚度 紧跟着再来 下方钢筋楼 所以属于是 我的孔已经挖完了 那你需要去看一看 它底部的沉渣 是不是符合要求的 那沉渣过后的话 它会影响 庄家的质量呀 对吧 那我们就需要 加强去排渣 把它的这个渣 再去掉 然后让沉渣厚度 符合要求 不就是符合 一百以内 或者三百以内吗 到了泥箱里寒沙量过大 是不是你渣没排干净 换句话说就是 这两个 它的问题 都是会影响庄家质量 也可能会造成 我们这个在灌柱中 它的沙又沉到底层去 又生成一个硬壳 它可能会把钢筋楼顶起来 所以这个标题 其实看起来就是 没有把钻渣排净 你需要做的事 就是把钻渣彻底排净 以这个事物去处置就可以了 好 我们现在过一下 首先第一点 我们要准确去确定 沉渣厚度 实际到底是多少 咱们前面不是说了 你要先验好中孔的尺寸吗 然后再去推导 它实际是多少 对吧 你这个要量错 你后面就错了 而刚才我们就说 你钻完孔之后的 中孔的深度是什么 小公式给出啊 量孔内的钻杆长度 丈量钻杆长度 量孔内的 再加上钻头的三分之二 钻头的三分之二 前面说钻头三分之二 在这细化了一点 是到钻尖的三分之二处 它可能会给一些局部是矩形 尖端是这样的一个钻头啊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不会考这么复杂 你就记得钻头三分之二就行了 好 我们精准的测量了孔的中孔深度 那么经过沉渣一段的时间 我们再量沉渣厚度 它就是比较准确的啊 好我们再来下一个 它不是排扎排的不彻底吗 所以你就优先选一个更彻底的方式 只要条件允许的话 我们就优先选择反循环 因为反循环是上吸 它的排扎效率是很高的 尤其是在一些颗粒 不是特别好排 比如说卵石类地层 它的颗粒很粗 很沉 你用泥浆往上悬的时候 它容易往下落 所以这个时候用上吸的效果 反循环 泵吸 下管给它抽上去 这个清孔效果是更好的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用的是正循环呢 正循环就是下压好的泥浆 它就靠粘聚效果 把渣给它裹上来 所以你在这儿 是不是需要把泥浆的性能提升上去 让它裹渣的能力变强就行了 对吧 所以你看正循环之前 选择高粘度的浓浆 好 那么后面这两条 它其实不怎么太粗 我们就记得正循环 提升泥浆果渣的能力 反循环这边 用它效率是最高的 可以解决渣没有排径的情况 那么后面我们第三个标题 说沉渣厚度符合要求 你再去降 我现在沉渣已经符合要求了 你再用这么浓的泥浆 它可能会出现 跟后面混凝土混合的更多 容易造成装身混土质量问题 所以前期是浓浆的话 当沉渣符合要求 你要把它恢复 它只要保证正常的互币效果 但是不要影响后面混土质量 这个是我们控制到1.15到1.2 这个数字考的概率不高 理解就行了 后面我们说惊恐过程中 专人去检查 它查什么呢 我就来看 如果是正循环 它从底下顶上的这些 浆裹着渣 这个排渣率高不高呀 泥浆的密度是不是符合要求的呀 如果我们前期发现排渣不好 后面发现沉渣厚度又很多 说明你前面肯定效果是不够的 我们就要随时调了 所以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为什么 在清孔过程中 有专人在孔口做捞渣检查 其实它是个动态控制 我们随时监控它的排渣效果 有不符合要求的情况 不好的情况赶紧调 对吧 这样去做就行了 好 这个是你挖到孔底之后 沉渣厚度不符合要求 产生的原因和措施 我们再看下一个 下一个就来到了装身浑土质量问题 这个点它出好点 其实比前面几个概率要更高的 我们说给你做了一系列水下灌注 后面描述一下装身的质量问题 问你该怎么去处置它 或者让你算一个灌注量都有可能 那我们先看一看 第一个问题就是出灌 买管深度达不到要求 这个点咱们书上给了比较复杂的公式 还有很多名词解释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啊 就是你先看清楚 我们在出灌这 咱们前面记录点把它叫什么 叫手劈混凝土 或者叫手盘混凝土 对吧 也叫出灌混凝土 它的意义是什么呢 我挖完孔了 经过清孔工作 验收孔底沉渣没问题 我把这个钢筋龙也放上了 然后下导管要做灌注 那么首先导管在落底就位的时候 它到孔底 这个H1是多少呀 这我们前面技术点有数字的 对吧 要控制在0.3到0.5米的范围 这个你不要戳孔底去 然后我们就开始手劈 出灌 或者叫手盘 也可以叫手罐 对吧 这个时候你灌混凝土 它的要求是手劈 初次混凝土 页面 混凝土先进来 从底下累加 它的页面一点点上升 上升 升到这 手劈混凝土的量 这么多 那么它的混凝土页面 要比导管敌口高出来 至少多少 这个H2至少多少 至少1米 对吧 这是技术点的数字呀 我为什么要做这么高呢 你如果做的很矮的话 那么后面它这个口再出混凝土 我第一批不是和泥浆是有混合的吗 对吧 换句话说 第一批上面这些混凝土质量是不好的 你如果不好的离口特近的话 那么这块我们可能装身夹渣的概率就提升了 所以我们做出灌的意义就是把不好的顶上去 让后面出混凝土的时候都是质量比较好的混凝土 那么随灌注随提拔 整个装身质量不就好了吗 所以这是首批的意义 它是保证装身的质量的 那我们为了维持这个页面 要高出导管底口1米的话 是不是你得在导管里留一定的混凝土 来平衡外面泥浆的压力 因为我们页面在这 它上面可全是泥浆呀 泥浆自己是有重力往下压的 对吧 如果你里面没有东西平衡着 这个压力就会导致混凝土往回缩 它要是往回缩的话 我这个页面是不是就下降了 就不够1米了 那你装身就会出问题啊 所以这是我们做首批的一个意义 那我们要算的首罐 你会发现它就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是打到孔里维持最少1米 没过高度的这么多的混凝土 还有导管里会留一定高度的混凝土 那我们把导管里留的用H1的高度来表示 那孔里的不就是导管距离孔底 再加上没过高度这么高吗 那我们要算的不就是这两块的混凝土体积吗 算混凝土焦注用量的时候 全都在算体积 算体积也就是立方米 对吧 好咱们现在给大家出一个立体的模型 你看现在我们做这个圆柱体 它是不是就是我钻的孔 中间这一根就是咱们的导管 对吧 那刚才我们说了导管 它落底距孔底多少呀 距离孔底应该是0.3到0.5米 对不对 好然后我们页面是首批到这了 它距离导管底口 是不是这个地方是至少1米的 你把这个图给它转换成立体不就行了吗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要算的首批 就是底下在孔里混凝土这块的圆柱体积 再加上导管里这里的圆柱体积 有很多学生说 老师我们导管里留的不是这么长的吗 为什么这块不算了呀 这块它已经插到了孔里的这一部分 你要是再加一下这一条 它不就算宠了吗 对吧 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大的圆柱体和一个小的圆柱体的加合 那你就算两个体积就行了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想一想圆柱体的体积是咋算的呀 圆柱体不就是用它的圆的面积再乘上高度吗 对吧 你要算的就是面积乘以高度 好 那我们在孔里的圆柱体面积是多少 你只要给你孔的直径就行 对吧 我们算面积的时候它怎么算呢 面积是π乘以 R的平方 这个R是不是半径 人家如果给你一只条件装的话都是给装直径 给装直径你除个2不就是啊 这里面公式也四分之一了吗 对吧 你除个2不就是半径吗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四分之一π地方是啥意思啊 d是整个装的直径 那么你把平方这四分之一往里套 这不就是二分之 d的平方吗 对吧 那也就是半径的平方 也就是π半径的平方 这个算的是圆柱体挖孔的面积 在孔里的面积啊 我们把四分之一平方就二分之一带进来 它是个半径π二的平方 或者四分之一π直径的平方 是不是一样的吗 这是触中数学啊 好 然后它要乘以高度 高度就是你到孔底的距离 再加上页面没过导管的距离 不就是我们这个图的 h1加h2吗 这个h1会直接给你的 h2我们问最小值 你直接带最小值1就行了 所以这块是不是他俩一加 这都是你之条件啊 然后我们再来算导管里的 导管里的依然还是圆的面积乘以高度 圆的面积现在是不是把孔径就变成了这个地方导管的内径 对吧 这也是一只条件呀 人家会给你导管的内径 那么同样四分之一不就是二分之一的平方吗 π乘以二分之一导管的内径 也就是导管的半径 π导管半径的平方乘以里面流的高度h1 在我们图中标的 我在导管中流的平衡高度 用小h1来表示 也就是这里面流了h1的高度 那现在的问题转换什么呀 哪个数不知道 就这h1不知道 剩下全都是一只条件对吧 那么h1是怎么出来的呢 用力平衡的思路 我们在泥浆页面上承受好多泥浆的压力 那么这个泥浆是下压 我在这儿留的导管中的重力能够平衡它下压的力量 那这个重力我们在很稠的材质中是怎么算的呢 你直接用这个材料的密度乘以它的实体高度 这样做平衡就行了 换句话说 在我们孔内泥浆的高度乘以它的密度 应该正好等于管内混凝土的高度乘以它的密度 这样之二者内外就平衡了 因为密度是不一样的 显然混凝土密度更高啊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给出了第二个小公式呀 你把这个小公式稍微换一下行就行了 把这个挪到这边来 用h1乘以r2应该等于r1hw 好这个r1就是泥浆的密度 hw就是孔内泥浆的高度 是不是泥浆的密度乘以泥浆的高度 对应就是h1管内混凝土的高度 r2混凝土的密度 所以就是泥浆高度乘密度 混凝土高度乘密度 二者一相等 内外受力就平衡了 正好维持住了页面的高度 那我们这里是不是又只有一个位置数呀 就这小h1吧 所以就出了这个公式了 你先利用这个公式把h1算出来 然后再带回到这个值 我们这个v是不是就有了 记得化统一单位 因为它有的时候给你标直径 会标毫米单位 我们在算体积的时候 全都是立方米啊 好这种问题 大家就是最好能够有这种三维立体的状态 你要算的用量之类的 基本上都是在算体积 这样一导算就出来了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下一个 刚才是手盘贯注不足 它可能会导致装身出问题 所以一定要保证比那个量甚至更大一点 而到了后面灌注中毒管 是施工过程中常见的 所以这块可能会考到一些施工的控制 原因点的话就很少出了 我们如果说施工出现毒管 它一般都是追问你该怎么办 对吧 你要把解决方法去注意一下 毒管的话就是你往里面打回土困难 进不去了 对吧 那这个时候你把原因多读两遍 可能是最开始就堵上了 可能是管的位置不对 根本没法去出混凝土 再或者灌注中出现异常情况堵住了 我们就对症下药去解决就可以 依然还是重点去看后面的处理做法 那可能一开始就堵的话 你导管出问题了 它就漏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使用之前怎么办呢 要严格控制好导管的质量 要对它做专人检查 看看有没有明显的缺损 然后再用敲打听声的方式 再去看看有没有明显的孔洞之类的 所以检测方法可以选择肉眼观察 敲打听声 要做实验吗 当然要做 这个点我们技术部分已经说过了吧 要做水密承压和接头抗拉两个实验 水密严禁气压 压力刚才也说过了 上一讲里面啊 然后把隔水栓保证好质量 内外就不会出现混淆了 还有它的落底位置 你戳到孔底也是出不了混凝土 好那我们这边就是注意一下这个点啊 那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灌柱中已经页面提升一定高度 跟孔底脱开了 然后混凝土进不去 这个时候就是里面堵住 里面堵住的话怎么办呢 如果灌柱中出现管内的堵 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 这个咱们书上是没有提的 如果管内出现淤堵的话 我们可以选择行钢在管内往下插来疏通啊 来疏通 这是一个过程中比较有效的解决方式 那当然我们在灌柱的时候 大家还是一定要严格控制好它的页面 随着灌随着提拔 随着灌随着提拔 监测好页面的位置来做好过程控制啊 所以灌柱中如果出现堵的问题 就直接行钢在内侧进行疏通 这过程中就可以解决了 好我们再往下面来看 灌柱中可能会出现骨架上浮的问题 这个它属于是原音和后面是对音的 那么骨架上浮的话 我们骨架不是固定在孔口吗 所以可能它底下一部分高度是没有骨架的 那我们混凝土页面上升上升 如果是个硬壳 就把混凝土这个面硬了 直接顶上 把钢绒就顶上去了 对吧 所以你就要求它的页面 在没过钢筋龙底口的时候 一定不要是硬面 它这个硬面可能是两种因素造成的 第一种就是可能是我们混凝土 拧时间太短了 你材料出拧时间太短 我的页面还没等升到钢筋龙的位置 它就已经初步硬化了 那不就变成一个硬壳了吗 它一接入到钢龙就会抬上去了 第二种情况就是 可能我们孔内排扎排的不彻底 然后我在灌柱中这个扎又一点点沉下去 沉到了页面表面变成个硬壳了 然后就给它提上去了 所以是不是你得保证排扎是彻底的 认真清控 然后我们还得控制好凝结时间吧 那可以适当的加一些缓凝剂 要把灌柱控制在出凝时间以内给它做完 加缓凝剂之后能够达到1.5倍出凝时间 同时第三种原因就是我灌注上升速度太快了 因为混凝土它是带有一些粘距效果的 所以可能我们速度太快就裹住了钢筋龙 给它冲上去了 那这样的情况你就一定要注意 离钢筋龙很近的位置就要放慢速度 它距离钢筋骨架1米 我就要开始放慢速度了 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这孔是这样的 然后我们钢筋骨架就用两条线来表示啊 当你的混凝土页面距离它一米了 哎接近一米了 我现在就要把胶筑的速度灌注速度给降下去 变成缓慢上升 还是很快你就给它冲上去了 缓慢上升 那么是不是应该缓慢上升到把它握住 保证它粘距力足够抵抗冲击力 我们再恢复正常速度呀 对吧 所以你要到什么水平算握住呢 应该是上升到骨架底口以上4米 哎 这个地方我们距它一米放慢速度了 然后再往上到了4米的位置 这都是慢速上去了 裹住了 但是我刚才就已经灌注了5米了吧 导管还没动呢 导管过程中是控制在2到6米的 你要是再接着灌 导管就拔不上去了 所以当我们的叶面慢慢上升到4米 钢筋龙被裹住了 提拔导管再继续正常速度灌注 那提拔导管的话 是不是控制2到6米的范围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把导管底口提到高于骨架2米 把导管提到这就可以了啊 所以这个大家就想一想 避免给它冲上去这样的效果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个 装身出现夹扎和断装 那它就跟我们前面胶筑中容易出的问题对应上了 可能你装身出一些质量的话 它后面就不好做处置 所以这个点我们还是要看一下的 依然还是可以把原因和措施账倾向性的去计措施 那装身质量的话还是比较常见的问题 它可能是出灌量不够 导致整个装身夹扎 那怎么办呢 保证出灌量 对吧 然后呢 拔管控制不准 我一下子这个管离顶面很近 或者拔出来了 那是不是夹扎或者断装 所以灌注过程中 严格控制在2到6米 怕把它拔出去 拔出去就是断装了 离开页面直接就断装 所以要有专人指挥 专人指挥啊 那以及初宁中宁时间太短啊 或者是我们出现了一些悬浮颗粒太大 如果是青孔石悬浮颗粒太大 那么它跟混凝土之间的混合会更加的容易 这个就是容易出现啊 一些夹扎的问题 那我们就需要去控制好青孔的质量 再包括咱们在控制凝结时间的时候 控制在1.5倍初宁时间以内 这个是要加缓凝剂的啊 初宁时间不就三个小时吗 所以一般我们要求在1.5倍初宁时间之内 把它做完啊 把它做完 好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桩顶 桩顶的话 它这个点会出什么问题呢 因为整个桩的桩身高度是很高的 那我们知道混凝土 它自身里面是有粗颗粒 细颗粒 水 对吧 很多东西 那么久而久之一堆积的话 可能粗颗粒就会往下沉 细颗粒容易往上浮 还容易出现密水的情况 这是它自身重力原因导致的 那如果我们灌很长很高的桩 它的表面就很容易出现在 在顶面这一部分 细颗粒东西会多一点 那怎么办 我们就可以在这稍微调一下配合笔了 因为它天然重量会往下沉 那我们交注到贴桩顶这一块 你适当的把配合笔中的碎石含量去加一加 是不是能够保证顶面的质量了 所以在桩顶这块 一方面把超罐做好 不良的顶出去 另外一方面就是可以适当的微调一下配合笔 重点计措施保证超干高度 然后在顶面这个范围增大碎石含量 减少浮浆 最后阶段做好准确的页面测定 不要出质量问题 好 那么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在灌注中出现中断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场混凝土用量不够 或者是它现场的一些运输设备出现了 在图中的一些中断的问题 你现场没有混凝土了 它一中断 我们可能前面浇的就已经超过出凝时间了 所以这个你需要把它分成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就是我现在刚开罐不长时间 我的孔已经做完了 我就往里面稍微打了一点混凝土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量还不是很大呀 所以你就把刚打这些没有硬化的混凝土 给它当成土重新钻去行了 我第一批刚下去一点 我发现后面料不够接不上了 我就把导管拿出来清干净 然后把刚打这些混凝土 当成扎土重新给它下钻挖出来 因为它没有硬化呢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把导管和钢筋笼拔起来 重新钻到孔底 然后等到混凝土接上能够正常灌注了 我们再走一遍前面的工序就行了 相当于重新做了个孔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如果现在不是刚开始 我已经灌注上升到了一定高度 一下子材料中断了一下 如果说你中断这么一个短的时间啊 没有特别长 在出凝时间以内 那我一下子中断 不做及时响应的话 我就让这混凝土淤堵在管里面 那么可能后面这个材料再过来 虽然没超出凝时间 它已经性状上发生改变了 所以我们需要保证 在这个范围 你不要让管淤在里面 它可能后面还会出现毒管的一些问题 所以当我的页面上升到一定高度 忽然材料不够了 中断了 要等一小会儿才能过来 那我需要把灌注的导管先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把里面清干净 一定要清理干净 然后等到材料重新来了之后 我再按照最开始第一次灌混凝土一样 来把刀管下放下来 下放下来之后 大家看啊 依然还是里面要重新配隔水栓的 等到隔水栓完全排除 是不是现在混凝土开始从导管里面 满满的流到底下去了 流到底下 它就要开始堆积在刚才的灌注页面上 这个时候 你是不是上下混凝土就要开始接触了 此时没有泥浆夹在里面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把导管插入原混凝土的范围里面 这个前提是什么呀 你要是前一批混凝土出凝了 你就插不进去了 所以这种是中段材料时间比较短的 还没有超过刚才第一批的出凝时间 然后我就按照重新放一遍导管的思路 只要隔水栓一完全排出去 我就把管快下的插到之前的混凝土里面 这样是二者再继续贯注就接上了 它的不良混凝土是不是还是在上面的 跟底下就没有影响了啊 所以这个方法是可以的 强调一定要在前期的出凝时间以内去完成 如果抄它是硬壳你就插不下去了 那么第三种情况 我们之前教材给它去掉了 因为这个功法它装身是存在质量隐患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出现这个问题 我这个装我已经把混凝土打到这了 结果一下子混凝土出现了中断 而且中断时间还抄了它的出凝时间 是不是直接这个装就已经断成两截了 它必然是存在质量问题的 那么这个把它删掉 主要是由于可能这个装的功法就已经不满足我们的需要了 你需要从别的额外的手段 比如说设计层面呀 去改善它 但是如果真的出现这个问题 又要原位去做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底下这一块 当成已经做好的地基处理了 然后把上面这里还是泥浆的 从这儿你把它重新做一个 毛笋的结构 我在之前混凝土这里面 我是钻一个小孔 在这个范围里面 我们再插一个小的钢筋笼 进来去加强咬合连接 然后对它的表面 按照刚才的清孔工作清理好 然后我们再去做处置 就是重新又浇了一遍 只不过加个小毛笋 这个因为书上它已经删掉了 所以我们只做了解 你就盯着材料不中断的情况 这两种就可以了 好这是我们在钻孔灌注装 装身这儿出现质量问题 后面在安全管理部分 还有关于装机的钻孔灌注装 安全事故的预防措施 这个点我们就有很多点 是可能会在现场控制中出现的 那么并不需要你把所有点全记住 要加强理解 第一个在我们做场地要求的时候 咱们之前曾经是考过一次案例的 就做了一个深水中做装机处 我们需要做一个水上作业平台 所以你需要给钻基提供一个 坚实稳定的平面 我们就给出了钻基要待的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旱地 没有水 那很稳定 你只要做好场地平整就行了 保证有承载能力就可以了 如果是潜水区域的话 这个水很少 那我就住个岛 对吧 像这种住个岛 来保证你的钻基肯定是一个稳定的平面 否则你的装身就不符合要求 可能就要歪了 第三种情况是在深水河流中 那么这个必须要搭设水上作业平台 我们右边这个图就是个典型的水上作业平台 那平台的顶面在这 这是给钻基留的位置 我要以平台为受力点 往下进行装身的施钩 所以现在我给你画黄线的 这个才是装 这些才是装 你看我是不是画了三排 对吧 你的钻基在这向下去钻 那我这个平台也得有东西撑着吧 它是通过钢管柱 直接撑在河床身上的 而我们的装基可能是打到河床以下很深的地方的 持一层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你在做深水水上作业平台的时候 它往往是依赖于河床 利用钢管柱往上撑一个水平平台出来 在这个平台上再做装基施工 那么这个平台是不是离水面是很近的呀 它一定要高出水位 不要说我施工的时候一个浪头打上去 对吧 所以这块我们高于水位的要求是 比最高的高出来至少700毫米 之前维燕是封闭干脆的环境 它是高出来0.5到0.7 而这个平台的要求比维燕要再高一个级别 就是0.7以上 刚才那是0.5 0.7 我们这是0.7以上 把这个注意一下啊 好 这是平台的问题 然后我们剩下在现场做钻基施工这儿 一方面是钻基它本身体量是很高的 可能会和周边的电缆电线有一些影响 所以随着旁边高压电压力电压的增加 我们在这儿离的就越远就行了 电压低的时候4米以外 中的时候6米以外 非常高的时候8米以外 这块就记4 6 8 不要直接在高压线下 如果我的胳膊是高压线 你的钻基不要上它下面去 离它远点 说的是水平减据啊 这块4 6 8记住 然后钻基的设备一定是要操作工人成上岗的 后面这些我们在所有运行中的机械 其实大家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是通用点 你不光是钻基 我们其他设备也是一样的 只要这个机械设备 它正在运转工作 你就千万千万不要把人靠上去 这个会生成机械伤害 或者是触电风险啊 所以切记人员直接去接触正在运转的设备 还有悬空的时候不要占人啊 另外我们在间距的这个问题上 就比如说现在咱们施工的是个装群 或者是装排 一排 这个时候当你两个装之间给了净距是小于五米的时候 临装净距中间的净距 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保证 我假设做完第一个装了 我想要开第二个装 他们兼具在五米内 你要等到一号装达到五兆帕之后 再坐旁边的 那我有的时候我们为了抢工期 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时间 怎么办呢 跳着坐 对吧 我们先做一再做第三个 再做第五个 等到你一二都达到五兆帕 我再回过头来做这个 对吧 然后你二四都达到五兆帕 我再来做这个 这样的顺序 总而言之你施工这根装的时候 旁边离你很近的都要达到五兆帕 强度以上才可以 那么剩下这些就是我们在成孔之后 如何维持孔体的安全 第一个当我钻到设计位置 需要把钻机移出来 避免机械伤害 还有在泥浆这块 它始终会有泥浆流到土里面去 那么护壁效果会变差 会有流失 及时补浆 保证泥浆质量 钻进中如果发生任何异常情况 怎么办 停止找原因上座时验证生效再继续 这不之前那一套吧 那有倒塌风险 我们发现这个钻机 它的支撑脚出问题了 支撑地面出现开裂了 有倾斜的趋势了 赶紧把人撤出来 事工中安全第一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现场的一些防护 那么像冲抓的这个点是什么意思 它是不是需要有下冲击的效果 跟冲击钻是一样的 那么你就离它远点 所以带冲击效果的基本上都是在强调要远离 上提的时候下放的时候都是要离开的 那要平稳 不要碰撞户头 出土范围不要有人 所以这个理解就行了 那么现场的泥浆池是可以考防护的 我们先看右边这个图片 这个泥浆池的防护 一般都是修泥浆池在施工地面上挖个小机坑 所以它四周是不是修了防护栏杆 可以考你高度 一米二的防护栏杆 而且要有警示标志 夜间还需要配置必要的警示灯 好这个就可以了 那另外我们除了做这种泥浆池的周边保护 只要有坠落风险的地方 都要做临边保护 你比如说我们左边这个是不是装顶 这个做了个什么呀 装的护筒 对吧 你看我这个护筒是往下挖的孔 那么也可能会掉下去啊 所以它四周也加了警示标志加栏杆 甚至进一步我们怕它出现坠落怎么办呢 可以在孔口再打一些安全网 这样也可以啊 有效的避免出现坠落的风险 好那我们就来再看下一个 就是钢金龙 刚才是成的孔的问题 钻进钻机的问题 那我们把钻孔结束之后 是不是钢骨架加工完就要把它掉放下去 首先它是多节做预制节的存放 拿到现场组成整体 然后掉起来很高一个钢金龙再垂直下放 所以前面在半成品存放半成品加工那个点 它的安全问题参考之前就可以了 我们现在主要解决的是 那么高的钢金龙往下放这个安全的点 那你这个钓装的设备一定是符合要求的 因为它需要从地面给它翻转起来 那这个我们强调 钓机满足要求 有安全储备 分节制作的入孔后座竖像焊接的话 那有的是我直接连成整体翻起来 有的是我往下放的时候 低节下去接一块 低节下去接一块 这样的循环地界 如果说你是直接下一个接一个 那么一定记得在孔口是要加有一个焊接平台的 在这呢啊 有一个焊接平台的 那么这个过程 我的钢金龙是不是没有生成整体啊 所以记得起吊设备不能松钩 要保持稳定的给它接合在 不要给它放松就行了啊 严禁操作工人离开驾驶室 同时你如果现场限焊再往下放的话 是不是每一个都要做好验收 所以这个强调一定要验收合格再能往下放 那我们这边说的验收合格再松绳 什么时候松绳呀 当你把每一节焊完了 尖离验收没问题 它下放 下放是不是表面做固定 顶面做固定 钢金龙身上有两个吊金 然后挂到一个横的形钢上 这个形钢可能会固定在钢护筒上 可能会有扩大受理装置接地面 当我们验证它顶面固定没问题了 那么这个时候你才可以把这个吊机给它松开 所以这个必须是保证连接完成 加什么 加顶面固定完成 就少东西啊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书本上其实很多点 它可能说的只是一部分 我们在学知识点的时候 一定要结合现场的管理和过程 能够融会贯通前后联系 那当然我们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干作业方式 人工挖孔装 这个是不是风险是很高的 我们前面说这种形式一定要考虑安全问题吧 当时特别强调过两砖 只要是人工挖孔装 就要编专系方案 那后面大于等于16米要做润证 那么这过程中 是不是也有很多坍塌风险的问题 我们想想都有什么风险呀 一个是你挖的孔可能会坍塌 所以这个方法对于地址条件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容易有坍塌风险就不要做了 对吧 我们换别的形式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下方 它是有限空间作业 空气可能会出问题 一定要在下井前做好空气的检测 要做好空气的流通 定期做通风 对吧 这个不要忘了 还有我们人在里面 它上下可能会有落雾伤害 所以第一点 人要用专用的爬梯上下 当材料上下走的时候 人一定要避开 那这块其实跟我们前面就接上了 很多点我们都讲过了 比如说边专项方案的问题 采取措施防止中毒 就是刚才我们说通气 每天开工前都要检测 有没有有害气体 超过10米用强制通风设备去通风 还有就是有应急爬梯 一些设备做安全可靠的控制 那其实这里我们说还没有说全 还差一个什么呀 用电 大家可以把用电注意一下啊 首先我们工人 他离这个电线是很近的 因为你底下光线不好 他一定是内部要引电线 做灯具照明 这个时候我们孔径 就是0.8到2.5 对吧 你离他是很近的 所以在用电安全这里面 一般离人很近的 都会选择低电压 防水绝缘电烂 那我们这个灯具也是一定要做防水的灯具 带防护罩的 避免出现触电或者高电压这样的一些伤害 在用电上再注意一下啊 那当然我们还有一些顶部的防护 这个在人工挖孔的孔口防护 跟前面就弱化了一点 因为我们一般做人工挖孔的话 它的装体量不会特别大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保护 不要有一些坠落就行了 所以它的防护栏杆高度 是所有护栏中最矮的一个 这里面很少会有人在旁边掉下去 对吧 我们主要就是人来上下 那这个时候就强调护栏高度控制在0.8 整本教材 只有它的护栏高度是0.8 剩下全都是一面啊 把这个数字单独记起来 还有不要把土堆放在孔口 因为孔口你直接堆核载的话 它顶部的坍塌风险是更高的 你要离开影响范围之外 我们顶面还要加护圈 对吧 好 这个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里面花了一点时间 去把钻孔灌注装 还有人工挖孔的一些形式 它的质量问题和安全问题理清楚 那这里面主要就是 它可能会有延伸考案例的点 所以也会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 那也有一些我们在安全层面上 它考的概率不高 比如说拆除的问题 这个后面就直接给大家 补到讲义里面去了 我们就不做重点解释了